看見台灣這部紀錄片撼動了無數世人 也從此不斷的每天在提醒我們 我們該如何珍惜這片土地 而今天我們就要跟您談談 在祈禱離開我們兩年之後 他的事業、他的未來 所沒有完成的很多的置業 我們該如何的去幫他繼續的完成 山是父親夢想的起源 山頭交通不便,人機一罕至 卻是台灣最後最美的秘境 直升機搭載的父親跨越空間與時間 將令人動容的景象記錄 分享給所有人 其實爸爸有居高症 但是很多人不相信 就怎麼可能爸爸會有居高症 可是當那個直升機的艙門打開的時候 眼睛看出去 真的會完全忘記你是在高空 你會被台灣這個島的豐富心 還有那個美麗所振折 這些器具不僅昂貴 更是父親最忠實的夥伴 即便在最後的任務中粉身碎骨 記憶卡仍盡折地 把最後的影像留給了我們 呃...事情發生的時候 真的是說很震驚沒錯 現在你剛才還難以相信 太快太來了 太突然了 他整個的工作似乎好像在剛開始 其實最想的還是他 每天就念我的思想 有時候晚上有人腳步聲走進來 都會下意識覺得說 欸...爸爸回來了 可是腳步聲就會從你的門口 然後繼續往上走 我會停下來 有點難過 他走了之後就會特別想念這一個地方 我覺得讓他的... 讓他的照片繼續被人看到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很久很久沒有 為這塊土地這麼的驕傲跟高興 所以我覺得就算只是一下下 能夠讓所有台灣人都看到 然後有感覺 就... 那我覺得就不算懂了 底片 相機 燈香 是我對父親房間的印象 我不捨讓我羨慕 不捨他如此勞累 也羨慕他可以如此投身置業 即便在家 即便在家 我們的對話 卻不多 雖然彼此都知道 卻難以言語清楚 現在 藉著延續他的置業與夢想 我用著另一種方式 繼續表達 我對父親的愛 與思念 在大元食堂 不只有好菜 更有好故事 我以為他會在家族 坐在家族 你真的想要找你 在家族 不只可 你真的想要找你